还有宜兰农田水利会与养山文教基金会举办MOA自然农法推进人讲座 也邀请到前行政院长游锡坤前来参与开训典礼 强调要以土壤为中心、适地适重 并推动有机农业促进条例立法 推动有机台湾从宜兰出发 地球暖化人类的生存面临冲击 水利会与养山文教基金会大力推动自然农法 并且今天举办MOA自然农法推进员的讲座 共有23位农业从业人员来参与 前行政院长游锡坤也专程出席了开训典礼 强调要以土壤为中心、适地适重 吃当季当地的农作才能促进身体健康 期望建构有机台湾从宜兰出发 关心农法的臭密跟MWA自然农法的臭密 13年后,砍完水 13年后,你看到农法的密是粘粘清 但是关心农法的密已经熬起 很厉害、很方便的攻击 我们也要说,宜兰那都成功 宜兰那的台湾都成功 当全台湾都变成有机农业时 我们总体是道士国际 但如果有机农业 我们就要知道三十、三十、当时 还是比较少要发败借 什么土地也要借什么 而且既然能掌握到当地 世纪、世纪、世纪、世纪 这有机农业是做得较较较较较 游习坤并且强调近年来 自力推动有机农业促进条例的立法 除了昨天在绿博 向准行政院长林全当面说明之外 也将在5月4号拜会立法院长苏家全 期望能够早日的完成立法 我会告诉你们 拜托他们在绿博 这个案发案 希望说 今天有一个看法 有机农业农业 有机农业 第二个字 5月4号 我们要请 平安山会长 拜托当前来 我请林本町 有机农业承诺过去的 就是要来拜托 有带他的所领似的议典 希望说 带他可以帮忙 游机农业促进条例的办法 各位 现在大家业统 游机农业要来建议关系 这个就是这样的 只要游机农业促进条例 我感觉 我们台湾这个游机农业 這條路會比較多條200歲 宜蘭農田水利會與養生文教基金會 期望透過MOA自然農法講座 以培養宜蘭友善農法的種子成員 促進大眾對友善農法的認識 以達到恢復土壤本身的自然力 以及健康飲食 宜蘭新聞記者是市民採訪報導